花莲县后备指挥部 卓西乡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新卸主任布达交接典礼 由后备指挥部 指挥官上校林武庆兼交 新任主任田光辉 将延续卓西乡后备军人辅导中心的任务 花莲县后备指挥部 卓西乡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新卸任主任布达交接典礼 由后备指挥部 指挥官上校林武庆兼交 新任主任田光辉 将延续卓西乡后备军人辅导中心的任务 在这里也祝大家 能够在新的营典里面 都有自己的事业拯救 我们的后备辅导中心干部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不要乡村里面有任何的灾难 我相信我们辅导干部 灾难在哪里 辅导干部就在哪里 所以这是我们秉持要做的一个事情 田光辉手中接下硬性 退伍后加入卓西辅导中心 人诚恳实在 热心公益在地方人员相当好 也当选这一届的太平村长受到夺防肯定 那新任的主任田主任是后干班439级 目前为太平村的村长 田主任平时服务相离 热心公益 与地方民间的社团关系都非常密切 请表扬表现跟胜受 让顾问及地方人士的推崇 那此次接任中心主任一职 确实实是十字迷归 以为中心的福祉 田光辉表示 后备军人是社会的中间 国防的后盾 他将带领中心干部 在指挥部及顾问团的指导之下 发挥组织应有功能跟精神 成为全民国防的最佳推手 对社会国家贡献更大行李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